她们可真是郎才女貌啊 对啊 我也这么觉得 是吧 是啊 好羡慕她们啊 哥 你怎么来了 说谁郎才女貌呢 好啊 顾总 怎么了 大家都那么熟了 不介意我在这边加个位子吧 我当然介意啊 而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不应该是我们故事的聚会吗 故事聚会不能带家属啊 又太不人性化了吧 还是这样合适啊 我觉得还是我们换征好一点 你看 像团建啊 各种活动啊 都可以带家属的 对了 如果啊 你没有想跳槽的话 跟我说 我开绿灯 待遇保证你们满意 这陆总还挺会开玩笑的啊 这当着我的面 这么挖我的员工 而且据我所知 这苏北不是快恢复单身了吗 陆总在这个时候 尚赶着当这家属 不太合适吧 不太合适吧 苏北 苏北 这不是你最爱吃的那排骨吗 来 你尝尝 他们俩做得特别好吃 谢谢 排骨不好吃 我来 来 吃青菜 青菜 维他命多 我自己老婆 我自己管就好了 不需要我麻烦你了 好 双啊 姑娘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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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北 我送你回家 他跟我我走 那 就麻烦姑走了 别那么客气 叫我姑言就好 小心 哥 哥 陆总监 你好像叫错人了 哥 哥 我知道你不想看见我 我知道你根本就不想跟我说话 可是我想奶奶了嘛 我真的很想回家看看奶奶 你不要再叫奶奶了 陆家已经跟你没有关系了 哥 哥 不是送我回家吗 怎么来这儿了 哪儿了 这都是我准备的 喜欢吗 很漂亮 顾总心思巧妙 人们总是感叹 棉花美丽却短暂 其实不必遗憾 因为一切美丽的东西 都是可以复制的 你当时会觉得那是独一无二的 那只是因为 你还没有遇到更好的 向前看 总是会有惊喜的 我喜欢上了一个女孩 我很欣赏她 是吗 那她一定很优秀吧 还很可爱 我觉得只有她 才是这个世界上无一无二的 我很想接近她 但是 又怕被她讨厌 我很想让她知道我的心意 但是又怕吓到她 我很忐忑 因为我不知道 她是不是也喜欢我 在这边 她就还能变着她 啸子 niic 小小姐 她怎么还要 她能参加她 叫她 小姐 你可不微